雞尾酒是一件頗複雜的事 要考慮調酒師對酒的知識 對味道的知識 人和人都很重要 你的調酒師 究竟能否調出你本身喜歡的味道 也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我們教的是一個72度 我們已經計算了 剛好喝的時候是完美的溫度 如果你不敢說的話,我可以 跟你說吧 你這樣說,即是說我很厲害 但出來後,我是Hash Day的 對不起,你可以恨我 但我不在乎 坦白說,我沒想過喝雞尾酒配食物 那種雞尾酒可以這麼誇張 我打開 你走 好,你可以出去玩,我繼續了,謝謝 沒想到一杯飲品 原來加了這麼多食物 雪糕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雪糕真的很好吃 我不知道我是在吃食物 還是喝雞尾酒是主菜 短短在今天這幾個小時的比賽 我覺得香港的酒店真的很厲害 經過兩輪比賽 中國賽目前是由LH隊領先 來到甜品配合 菜果又會是怎樣 志豪隊可否成功反超前 我覺得我們整組都很正確 做些東西出來認出新名字 總之選得沒錯 對待會的戰鬥也非常有信心 這次挺出色的 甜品這一回合的分數 將會暫時不公布 食物配合會以總分決定 全組進級定淘汰 第二和第三名就會早內淘汰一半 比賽正式開始 Let's shake… 我突然間緊張起你 為何不緊張起你,又不是你的比賽 不是,因為你看到他們暫時 兩隊都各領先了一局 而這一局真的決定 究竟他們可以全員留下來 還是要把兩個敗走 不緊張嗎 我的對手是非常強的 你有甚麼殺手感 我個人的魅力 我抱著的心態就是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會贏 你又怎會贏 我叫LH1,今年來29歲 年資大概三年半左右 還有LH1,但我在酒吧 酒造了大概十年 我抱著的精神就是 如果我覺得那件事不夠好 我不會有它 我會繼續研發它 變得更好 家人絕對有反對 大學、畢業生 我相信父母也不會特別想 小朋友去做酒吧 薪金又不高,又辛苦 有做很多小時 一夜瘋到 有任性的,你問我吧 我很相信一件事是客人喝你的東西 會喝到你放了多少心 堅持真的很重要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 這杯咖啡是一杯Irish咖啡的Twist 我正在炒紅豆 但這個紅豆的作用 不是放在一杯飲料中 是放在外面 令它有自然的熱量 我可以把飲料中保持熱 就算你們遲來喝也不要緊 可以保持熱 對,你別說這句 他在這裡告訴你 我真的有追求前面所有評判的評論 甜品因為它很甜 太甜了 因為它有糖霜 然後它有油炸 喝水吧 對,清一下味道 如果高麗豆沙的甜度是9 我們不想這杯咖啡的甜度是低於9 所以一定是9或是再高於它的甜度 才會突顯到我杯咖啡的特色 加了香蕉,我會選擇偏熟一點的香蕉 比較豐富,而且甜度也比較高 第二個材料 你們看到的就是牛的麵包 沒錯 我沒想過煮一杯咖啡 但它加了那麼多其他… 這裡有炒紅味 這裡要拿麵包蒸水 每樣東西都加一點 才得出一杯咖啡 沒想到一杯飲品 原來加了那麼多食物 可能本身沒有 但它怕用不足20分鐘 所以現在馬上做那些東西 看,紅豆根本就不在杯酒裡 也要炒一炒 麵包裡面已經有了 高麗豆沙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跟牛奶咖啡是很長時間的關係 我昨晚已經煮了一瓶 我現在只是做過程給我們看 做給你看 但味道是一樣的 因為剛才的回合關係 所以今時很聰明 你有做過研究 有甚麼辦法可以把牛奶咖啡 在五分鐘裡抽出來 N-Sign,Pathenex,Queso-sore 你會否想到用濃烈的方法 去拉它出來 下次試試吧 又把錢放進你的袋子裡 沒問題 3秒 4、3、2、1… 阿蘭和Pathenex 對,這時候我們有請評判 請以肉捕 我們出去試味和評分 這杯是比較重口味 每個材料都有自己的角色 喝起來是偏甜、辣椒 因為它上面有很多糖霜 其實我建議等糖霜才吃 因為吃很多糖霜也對身體不好 而且可以大口咬喉 這杯酒好像很清晰 但我吃到它裡面有很多不同 咖啡粉味 酒 然後包的甜品味 我不知道 但這杯酒看起來和喝起來 對我來說是很清澈的 我挺喜歡你加了煙烈的味道 事情好像有更多層次 不過我知道你們的主題是中國酒 這次用這個表演 比起來就覺得比較… 比較西西,不是它這個… 比較清淡 方向 西西… 西方 西西的味道 對不起 你也很西西 西方…你想甚麼 西方的風格 它的質感比較薄 可能因為加了冰 會喝比較淡 還有糖分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配合相差一點 就這樣配合可能會比較好 時間的關係已經預備好了 可以把它冷藏起來比較冷 因為這樣就不用加冰 我覺得最難是配合這個甜品 因為你要調整甜品 而且你要確保你的甜品 比甜品更多 才可以有這個甜品的味道 同樣都是高力豆沙 我們LX組準備了這杯甚麼名字 這杯叫雲碗 抹茶 雲碟、椰奶、辣、辣 一個比較嚴重的熱忌 喝下去的時候小心點 不要辣傷自己 這杯飲料好像完全沒有加糖 你的主角是飲料,不是甜品 我吃完甜品 然後我喝杯飲料 這是你的目標嗎 其實我也有想過想有甜品 因為甜品可以拉長的味道 好 即是給你一種 好,有時間要回家的感覺 你走吧 結束了 收檔了,對… 剛才看見你最後10秒時 放棄了一支鉗 就這樣用手法手 對…因為由於時間關係 再加上那個東西很脆 很容易夾爛 索性用手法的方法就算了 因為手都乾淨 即是說不及了嗎 可以這樣說 不過可以… 我看不到,每手嗎 我最喜歡夠肉 Joe比較容易相處 我就選了Joe 我本身不認識Mick 在一個沒得選的情況下 選了Jophie 我跟Eartha本身認識 對… 很感動 我覺得一組人 應該要兩男兩女 都會有眼神 因為性別而選擇我 說的原因… Happy一直都知道這個人存在 Ming是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菜人 其次菜人 不知道 知道… 前菜是煎乳 然後炸雞 然後韓國Pancake 她叫糖餅 糖餅,對不起 最軟是凍凍鼻孔 加熱菜飲料更好 炸雞一定要用啤酒 烤,是真的醬酒 是比較好吃的 前面的是喝咖啡的 跟我們吃醬汁很麻煩 完全是… 很麻煩 原來是包… 不是那樣 完全不可以 為何他們偷師,你們不去 他們偷完我們… 他們先走,我們就繼續偷師 吃醬汁 你們這麼柔軟 我們在評論我們人生 我覺得因為韓國菜比較濃味 可能向著更新鮮的方向走 裡面會否加少許韓國酥酒 韓啤酒的想法 有想過,但可能第二組也會做 所以我們就想比較偏門 他們也不會做到的事 甚麼味道比較突出 有一點我們去找我們想做的原材料 例如你用韓國的酒 或者用我們平時用的酒 來做平衡 提升食物的味道 其實除了韓劇之外 韓國菜也是我們很喜歡吃的食物 這次我們選了三道 很有特色、風味的韓國菜 來考考參賽者 早前我已經跟他們去試菜 所以相信他們對於做這些雞尾酒 應該也有一點心得 但剛才目前所看 我反而有個問題,有點擔心 為甚麼?應該是兩隊人 八個人的比賽 Hottick,你們那組在笑過 話說他工作比較忙 今天因為他在公司 沒有人可以頂到他的姦 所以他大概在前天左右 就跟我們說退賽 他退賽這件事 其實我也沒想到他真的會退賽 其實挺誇張 不要緊,我們覺得他本身也有幫助 我們把他的想法 我們三個人一起運用 盡力做好每個配合 沒辦法,像我的拍檔敵偉不在 那個表演也要繼續做 所以… 你有我嗎?你怕甚麼 任何原因都不是原因 所以比賽會繼續 負責前賽的組員 麻煩現在請移步 去到調酒的位置 會否打亂陣腳 老實說,不多不少也會有 大家的期望就是四個人 希望自己可以鎮定下來 讓我喝一杯 這杯是名字是名字 其實是韓文 名字是甚麼意思 蜜瓜 蜜瓜的意思 自英文 蜜瓜? 蜜瓜 這杯是蜜瓜也好喝 其實是蜜瓜 還有蜜瓜比較甜 甜度和清爽的 配合這個類似紫蘇液 但它的味道不是紫蘇那麼濃 叫蜜瓜 裡面還有一點蜜瓜的味道 神經告訴你 神經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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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要打一枝氣 試試打一枝氣吧 先注一注的攪拌 神經的,老兄 神經的,對不起 年紀比較大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甚麼嗎 叫你閉嘴嗎 不知道 我覺得它感覺像會失敗 你覺得太重了 這是失敗 倒出來再倒熱水 你要減量度 人生就是這樣 再加一百 再加一百 一百吧 還是重了一點 但可以的 這個可以 我覺得可以再輕一點 人生有事就是這樣 大得空氣 很大,很大,很大,很大 大明那一層會比較重 這麼快 先提示一下 它的味道不會太重 因為它始終是裡面的空氣 我建議喝的時候 大家盡量不要吸進去 喝的時候不吸進去? 用口吐進去 好像吃雪糕一樣 你不介意可以拿著筍和我玩 可以 拿著筍和她玩吧 你快點幫她睡吧 其實它應該是會飛的 試試讓你剪刀吧 你會飛的 好… 我砍 你拿這個砍可以 我真的… 你走 你可以出去玩,我繼續了,謝謝 挺有趣 這個方法是用了Helium 令它可以飛在半空之中 沒錯 試試 咖啡來說,你要做一杯 比較完美的咖啡 你也要花很多時間去調查 因為時間短缺 花了不少時間去做這種咖啡 我們的Bain Spirit 是一個本地製的瓶 瓶瓶是我自己製的 其實我本身不是一個調酒師 我今天唯一最不專業的 是一位酒店 你自己製的瓶瓶 所以你最知道如何發揮你 我們今天特別選擇的 其實是… 表演 雙方式 老肉雙方式 這就是我們想看節目 Bartender的所有表演 就是Shake 今天沒有人Shake過 對,暫時沒有看到大家Shake 你第一個 我也很驚訝 大家沒有選擇去Shake咖啡 大家沒有你這麼大的手瓜 Loop是我們設計的咖啡 叫做Nong Ju 以韓國Makauley 印刷的一款比較清新的咖啡 希望你可以跟這道Kemap一起試 令整個體驗會提升 大家喝的時候 我特意沒有精緻這款咖啡 裡面是有點梨的粒粒 比較清爽 特意想做得比較特別 Kemap裡面有黃綠的蘿蔔 跟你的梨香和香蕉味 整個感覺更新鮮 加上你的口感 在咖啡裡面很平衡 加上Makauley,把酸味放進去 飲品和配合挺好的 謝謝… Makauley是一款很脆弱的飲品 做一杯雞尾酒 其實很難平衡 做出來的效果很好 而且真的配上它的食物 你們可以看看今天這份菜單 我有一份菜單 有… 有些茶味 對,有些蜜茶 平日如果我餓的話 我會吃空氣 我這次有一點這個感覺 我一份吃料理 吃了嗎 是 吃空氣好像挺過癮 簡直可以拿來玩 在你的材料其實挺有趣 而且可能香蕉味不太出色 如果有多一點 那杯酒會更好喝一點 但我覺得配合不錯 它用的技巧會比較進行 而且做法也算不錯 混合也不錯 其實我很喜歡的表演 今晚我最喜歡的表演 這是第一個 這次韓國菜的主菜 我們有毛骨蜂蜜檸檬炸雞 看你也很小 有吃過西令雞嗎 我非常喜歡吃西令雞 對,但這個跟西令雞有些分別 因為它沒有骨蜜 沒有西令雞 而且它是韓式的,可以嗎 看看會否考到他們 負責主菜的組員 先到這個跳酒的位置準備好 我當初打算是Annick 做第一杯 Joe就做第二杯 我做第三杯 那天我做了第三杯 大家覺得不太好 有些東西可以改善的時候 他跑到酒吧 然後做了第二個版本 然後他又再做了第三個版本 那一刻有點心慮 不想放在心裡 我放在心裡很不舒服 我很喜歡創作 我想創作自己的雞尾酒給別人喝 我覺得那一刻被人一夜抹殺 經過這次也好 其實磨擦或仿花點也會有 我覺得是大家互相進步 大家都相信它 我也要相信它 這就是對象的角色 比賽正式開始 Let's Shake 我覺得隊伍本身就是擦手間 因為我們很齊整 會做一個盛工 一個會爆漿的波波 我這邊請了酒店版本 那邊有酒 到時候兩粒都會充滿給客人 只要看前面那粒想要,扭掉也沒走 黏著樓,如果你怕它真的會黏著 可以加多1.1克或2.2克 我已經寫了 沒問題 看不到,剪掉它… 創作的過程當中 大家互相有意見 我挺有感覺 真的嗎 挺有感覺 有感覺 整個東西有感覺 是嗎?好… 好… 我們現在每一盒的作品 已經超越了單人出的作品 更加比較像一種 團隊而組成的一系列的結晶 一個粒波波裡有一個材料 跟上一位選手Erva一樣 就會加上一種配合 我們也會有些材料或某些概念 我們會再帶到下一個選手 三杯東西本身已經是各自的配合 令兩樣東西合起來 都可以一起有一個昇華 我們作品出來的時候 根據原定計劃,一定是好喝的 他們現在是入瓶,然後啤酒 然後外面可以賣到的產品 我們想做一個啤酒 是一個儀式感 所有加點的時候 我會再告訴大家是甚麼儀式 儀式感 主菜的這杯 其實我們會用了一杯 Bug with tea 以及一杯珍珠的配合 做一個加氛化的啤酒 最喜歡的是我們在模仿啤酒 我們會做一個… 也是瓶水流程式的形式 而剛巧巧我們也有用到墨茶去做 不過我們會直接做一個啤酒的形式 然後上面會再用一個 用啤酒花和白酒去做的方法 聽說Joe和Happy是同門的師兄弟 還是在同一間酒吧一起工作 而墨茶的概念 究竟大家是大家心有靈犀 還是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大家有互相通水 在整夜的過程中 我們沒有見過大家 我們在節目中是零溝通 其實我們是很好的同事 鄰居,再加朋友 因為我跟他調的方向是… 兩個風格、概念上是很大分別 再次從那次說 作為同事,鄰居是朋友 未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 因為時間到了,就在這裡擠舖 那個…不是很適合的分量 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這是我個人錯誤的問題 還有最後那一刻的時候… 你也知道 我錯了,真的是我錯了 不好意思,各位隊友,我錯了 我害你們了 不會… 因為我們的底部完全跟啤酒無關 所以我們在上面的位置 打算收窄的位置 給你們一些啤酒的味道 你們嗅一嗅 喝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好像啤酒 但它又不是啤酒的感覺 本來我們是人心雞湯的 但因為雞在外面 一雞兩吃 我們把它的概念丟在啤酒底部 所以你會喝到它的最愛 可能會有一點酸味 可以清新,可以繼續吃炸雞 而且那個味道可以配合辣醬 Soujo可以選擇 例如你想要強烈的最愛 可以丟進去 你騙我,你用啤酒的外貌去騙我 它不是啤酒 你跳得挺好 它醉了 但我感覺到不是,但又有那種感覺 它的味道可以做到的 對,整件事都可以配合 而且可以減它的油膩感 對,很清新 你看到Jacon 它很少有額頭 這杯完全沒有迷糕 謝謝 我覺得… 你看看他這樣說 我也不敢這樣說 簡單來說,但同一時間很有層次 杯酒有一點甜 然後你點辣醬 我覺得它的平衡很好 很棒 你準備好了嗎 你好… 你好,歡迎來到我們這邊的紅鍋餐廳 這杯是一個解油膩感 比較重的 還有白色的白色的白色 還有少許霉金 一下子打下去,讓它散開裡面的泡 讓裡面不會有很刺激的質感 你那個真的有 我有 要丟掉它 一下子就夠了 你看到它們的泡沫開了 就可以請奔上我們的酒吧 你會享有蜜田的感覺,享受 欠缺一些泡沫 我挺喜歡的配合 但有些氣味,我覺得會更配 氣味不足夠,但味道是不錯的 最後又拎一下,再香一點 跟炸雞很配 如果不夠氣,我自己著重 它可能不夠冷 再冷一點,我想不夠氣的問題 可以輕輕減略一點 來到韓國菜最後的甜品 韓式糖餅 Jason,有吃過嗎 沒有 沒有吃過,不奇怪 因為它在韓國是街頭小吃 通常會用紙杯裝著 在香港真的很少會看到 今天我們有幸作為比賽的 最後一道甜品菜式 這個時候我們有請 準備甜品配合的參賽者 來到調酒區域道 準備好了 1、2、3 乾杯 韓式糖餅 主要的材料是用黑糖和糯米 我想會用茶去製作 夠膽死的話,就會用熱飲去配 最後這個其實是一個 一個叫雪妝瓜碗的雞尾酒 其實它是用了雪妝瓜的雞尾酒 做了一個冰箱的風格 配甜品,這是一個暖的冰箱 再配上一個抹茶的泡沫 它會有一個暖胃的感覺 怕暖放得久了,變多了嗎 待會我會做一個步驟 會用一個滾水去暖暖杯 冰箱的冰箱後 就會放入保溫浴室 你很緊張嗎 他已經洗澡了 Joe正在做甚麼 看一個表演 其實你們可以多說一些話 Joe,不如這樣吧 我給你兩分鐘,你表演我 兩分鐘表演 對,繼續吧 一邊說,一邊做 對,其實這些是很需要的 因為你多操作 狠狠地拒絕了你兩分鐘表演 工作不只是低頭做飲品 其實很多時候 你也要在網上看四周的環境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這件事其實也很重要 我相信Jay也會認同我的 100% 大家也會看到他在1%時 他要我們去發問,去介紹他 其實正常一個比賽 是不需要我們去介紹他 是他介紹我們 Lidia,如果你給我兩分鐘表演 你覺得你會否做到 我可以嘗試一下 在中國那一回合 我記得Jay選過 希望那道飲品會給甜品甜 我這個就想做鐵蟹 我想做一個鹹 比較鹹一點的飲品 你只會再一次 你現在不做,你何時去做 我會否做到 這是對於我的承諾 我不想讓身邊的人失望 而且不想對自己失望 我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我想繼續過去 永遠給予阻止 就是酒吧的副經理 平時最喜歡喝咖啡、製作甜品 我最喜歡用甜品和咖啡來做配搭 調酒真的很好玩 你每件事都要懂 不僅調酒,你要懂得說故事 展示給客人看你的酒 為何會這樣做出來 而且你要對你本身的產品 有多了解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你本身的性格 讓人知道你是誰 誰叫Lydia 我覺得對手師來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這個動作叫做投擲 剛才旁邊的Nick做了搖擺 搖擺會搖擺,會比較多碎兵 我這個動作… 一來他會打微量的空氣 進入他的飲品 二來他可以做到一個冷凍杯酒 以及做到一個適合的濃烈飲品 Joe,你那邊是否放不上去 是 然後呢 這是最長的答案 然後其實已經完成了 飲品 據號你,你還有甚麼想問 好,好,陳克宇 我第一次喝,味道挺強烈 聞起來很溫文 但喝起來也有不少東西 真的能做到熱,現在仍然很熱 他做得很好 同時,因為熱的 可能會有些酒精會散發 會比較爽口 我覺得他們好像很怕用糖 這杯飲品比較甜 但我覺得可以再甜一點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配合的主意 吃飲品跟一杯飲品配合 你的飲品一定要甜一點 用香蕉去做味道 做一杯雞尾酒是特別的 平時很少有的 加了少許咖啡粉在上面 沸騰,質感很有趣 唯一覺得可以多做一點鹹 我覺得整件事會再突出一點 雪糕很好吃 雪糕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雪糕真的很好吃 這杯飲品是一個紅棗味的雪糕 很多咖啡店都會做一個 可能是班戟之後 放在一起的雪糕 糖餅很熱 好像做到一個冰火效果的感覺 我覺得大杯飲品真的差一點 鹹是不錯的 但要加上甜 你吃一些很甜的,然後喝酒 酒的味道就會出來了 感覺上會比較苦 多加少許咖啡粉會比較好 更加強烈的味道 其實很可惜雪糕不算分 其實很難選擇 從技術和技術來說 Lidia的組合可能會有背部 LH群組配合北京填鴨 其實我覺得做得很好 除了用組分決定淘汰哪一組之外 第二和第三名的隊伍 他們也有權包走覺得不行的組員 組內投票只留一半 究竟誰可以繼續接受神之考驗 我覺得這是很難選擇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組合 其實你一組 所有的事都是在一起想的 很難想,突然問我 我是否一定要選擇其他人 最後的分數在我手上 在我公布結果之前 麻煩四位主持上前 秉承著我們這個神之調酒師的規矩 對了,不如這時候 四位先乾淨你們面前的那一杯酒吧 可以嗎 乾杯 我給你們喝的分別有 Fokka 有水果味的Soju 日本的Sake 以及清水 娟姐不是請你們喝酒那麼簡單 是希望可以透過這杯酒 告訴你們 你們這次比賽的名次是甚麼 如果是35度以上的Vodka 你們是第一名 如果你們喝的是17度的Soju 是第二名 Sake,第三名 清水的話,不好意思,是包尾的 神之調酒師第一回合 團體總分 第一名,Lidia祖 成功晉級,很開心 可以整個團隊一起晉級 同時也有點壓力 不知道下一回合我們會做甚麼 第二名,Hottick組 第三名,志豪組 換言之,第四名的LX組 不好意思,你們要脫下 你們手上神之調酒師的戒指 放在玻璃杯裡,然後來出 當然想贏,不成功的就再試吧 希望可以打破這個偏見 無論男生或女生 都可以沖到一杯很好的酒 最喜歡看到他們喝 然後說很好喝,很開心 這就是最大的動力 我已經在業界11年 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展示我的技巧 當作保守 除了他們四位之外 還有四位朋友需要離場 究竟這四位是誰 看看你們剛才投的暗票是誰 請你們讀出信封中的名單 Hottick 今天的表演 我覺得Joe會略勝一籌 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可能他的表演 有點及尾如我們的理想 之前說的話,好像都沒有做到 打氣打兩次,我只打了一次 Hinata 我 Hottick組是三位投出的暗票 而志豪組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填自己的 由於每一個人都填自己 最後這個名單 就是靠三位評判 三位公投出來的 被淘汰的三位 麻煩你們 除下你們手上的神之調酒師戒指 力強 燒了 每一個調酒師 都可以符合一個不同的人 沒有一個可以滿足全世界的人 我就是神之調酒師 很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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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淘汰了八個人 對我來說有點殘忍 還是要的 比賽當然要淘汰別人 既然淘汰別人 當然有表現好的表現 今天全場獲得一致好評的 MVP是… Annick 恭喜你 沒有想過會在那麼多 那麼優秀的MVP 當中居然可以贏到MVP 其實我是宣布的一刻 之前我打算被淘汰 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調酒師 那種程度上 我去參加這個比賽是想學習 只不過過了一個回合 我已經在不同的MVP 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已經賺到了 所以真的非常驚訝 八位將會面對不同考驗的挑戰 請你們繼續加油 向神之調酒師出發 我覺得總共滿意 很多選手都做了一些很特別的飲品 但同一時間 選擇很多地方都可以進步 例如甜品的回合 每一個群組都做得很差 希望下次他做得更好 我自己也很驚訝 因為你知道我賽前 不是覺得LH隊一定是全場的 但我覺得他們一定有能力 其實分數很接近,真的差一點 這樣就很可惜 其實不是差很遠的四鞋 金庭真的很難起 直到我,要說我到 不好意思 雖然全題我都知道 大家都很努力 但希望有任何地方都可以解釋 大家繼續努力加油 是,謝謝 這些同時的新開店 說這大小小小的新開店 就是新開店的新開店 加拿大小小的新開店 再次waub 就把這些新開店的新開店 我覺得他們真的要好好考慮 究竟如何把這些時間完美地利用 而且要不停再多點練習 始終會看到他們會比較協調 而且在鏡頭上好像有點不敢說話 但這部影片要做20分鐘也很有力氣 不同 對,我放了它 也放不到20分鐘 從前進來看,他們都喜歡很大的東西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好像我們三杯的雞尾酒的表演 可能要配合嗎 他們發揮他們的創意 做一些不太安全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用泰國的神獸去做 通常這些安全的飲品我都會放在一旁 保持一些危險 做一些未試過做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杯 我們可以給予一個驚喜的效果 對於味道更加柔軟 坦白說,我對我來說很挑戰 因為我是芝士 英文食物總是關於肉 所以全是關於肉,除了甜品 很挑戰,但我也很感謝 因為我這次有三個其他隊員 我希望我們能勝出 我們一開始已經準備好 分工又是很快就分好了 這樣也沒有信心,真的差一點 最有信心的味道上的呈現 我對我的團隊有信心 歡迎回到我自己… 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回到冰地鬼 大家好 我上一回合病了,不好意思 今天回來看著這大場 看到這麼多條酒師在這裡 也感謝上一回合娟姐 很有大姐的風範 以及陳柏仪看著這場 謝謝你回來 現在心很穩定 這回合你們這群16個條酒師 小心 因為上一回合是16個,淘汰8個 今天這回合將會是這樣 你們要悉目以待 這個時候有請我們的評判團隊出場 有請我們節目的評判團隊 世界冠軍級調酒大師Anton Neu Lai 接著有著名酒評人黃思思 謝謝 繼續有亞洲最佳酒吧創辦人Jay Khan 歡迎三位 歡迎 歡迎三位 開張仙坊的評判團隊們 這回合對著這群條酒師 有甚麼提示給他們 希望今天各位參賽者 都可以用盡你們的心思 去跟食物配合 創造一些驚喜給我們 上一回合,甜品每組都出事 保證你的杯雞尾酒 是跟甜品同一個甜度 或是甜一點 這是我會給你的提示 如何善勇這20分鐘的時間 不要讓他安靜太多 因為當你安靜的時候 你就好像很可憐 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不然我就又罵你了 謝謝Tony 謝謝三位 聽到了嗎?收到嗎?16位 收到了… 除了三位評判之外 我們今天還請了一位嘉賓 一起來喝酒、評分 聽說這位嘉賓平日走來 也喜歡喝兩杯 一喝就很開心 我們現在請他出來,好嗎 掌聲,我請泳儀 泳儀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終於翻了你的黑頭髮 對,我翻地了… 泳儀,平日喜歡喝雞尾酒嗎 我也喜歡的 哪類種 我喜歡喝甜一點 有花味 有,我可以特別 立即煮給你 讓我改 立即煮給你 他們立即是巴結 對,他們也很濃 除了味道或是外套 是怎樣的咖啡會令你歡心 其實我覺得吃東西的時候 跟那杯咖啡好像拍拖 我覺得很享受 食物配合又非常重要 我們比賽正式開始了 第三條的題目是德國菜 德國菜會比較多肉的材料 花油大,可能是啤酒 那些可以煮多一點 前菜是用德國香腸配沙律 我們調味會用蛋黃醬、芥末醬 最後刨上芝士碎 配一種較輕的德國啤酒是最好的 如果豬手比較濃味 我會建議用一些濃味的德國啤酒 德國的黑森林蛋糕 吃完後,因為它的巧克力味 會在口腔內較長 建議會喝點花茶 清洗口 讓大家喝完後會舒服一點 我們嘗試,我們看到所有材料 然後跟書籍一起配合 我們也找了一些德國朋友 拿了一些資料和資料 他們給你們了甚麼 家鄉的一些習俗、智人 是真的嗎 是… 是… 我認為是很困難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人們喜歡 我們只要做我們的優勢 我們拿出來吧 真的有很多東西有準備 大家也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我們也看了一些資料 想了一些配搭 試試是否合不合 對這次的比賽有信心 整個團隊的合作真的很好 跟你們想像中有出入嗎 很大出現 也很大的講述 還好 可能要重新考慮一個方向 我也想,可能是… 小實就算你 也試過範賽,有信心嗎 有 勿論是 好像同樣 有信心的話,請負責的隊員 麻煩先到一旁跳跑的位置套勞 你看這很…. 所以他可以開始 然後令我們開心 我另外準備了今天的一個歡迎飲品 你出場 我不加分了這個歡迎飲品 對,這是不算的 但我想表達幾件事 一個很輕鬆的飲品 令你吃飽的食物 另外,今天我們設計了 一個小小的食物配菜 你可以打開看看 左邊是我們的前菜 中間是主菜,右邊是我們的食物 明顯我看到其他酒師很討厭你 我拿給你們 我們也有,Rae先給我們 其實真的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在這裡煮飲品給大家 可以分享我的雞尾酒 也是歡迎飲品 Antonio也可以喝,沒有酒 你們今天將要吃很多食物 希望可以幫你們引起食慾 乾杯 兩隊都出了歡迎飲品 不知道是否偷聽到對方 也會煮,不輸 因為我跟Pipo是很好的朋友 之前的狗同事 他們完全沒有準備好 也是很值得尊重的 我本身在澳門工作 然後過來這邊 我前陣子還去了日本出差 我回來的時間是很隸密的 但很感謝我的Pipo 和Snail 他們每天溝通面對面 互相試吃東西,準備材料 我們也會試試那些送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檢查是否重要 如果不是,我們會想 我會想可能我們可以做些少許改變 我們可以用咖啡啡 我們會製作另一種主題 我覺得還可以吧 是咖啡 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味道 所以這個不太好 我們再嘗試另一種 回到香港 跟我的天味去準備食物 整晚沒有睡覺 我準備材料到,今天早上 所以現在一個人看著 有點浮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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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製作的是咖喱茄汁 濾濾酒 因為我們抽到德國的時候 我跟我們的團隊 第二天去了一間 很有名的德國餐廳吃飯 跟德國老闆聊了六個多小時 是他自己炆出來 我們一定要嘗試 我就用咖喱茄汁 跟茄酒做一個低溫慢煮 變成帶了一點鮮味 有一點咖喱味的茄酒 然後也加了少許咖喱味 蘋果偏甜一點 番茄本身就是蔬菜 帶了少許鮮味的酒店 就算肉腸在上面 其實也是增添了口味 不會蓋過它 是 我這杯比較簡單 我會用… 會用… 我們上次拿的咖喱茄汁 因為咖喱茄汁中間的杯子有 像我冰箱給你,我煮了一杯 我們很喜歡我們的元素 我有一、兩個材料 會傳給中間Evan和Andy Andy和Evan 又會有材料傳給Marco 我們好像一氣呵成有關聯 我現在在拿這瓶 是Andy傳播給我的澄清番茄汁 番茄汁可能是紅色的 有些顏色 將它很有內心地隔開 是嗎 令它變成美麗淡黃色 原本是紅色,但它變成淡黃 像啤酒一樣的顏色 沒錯,這麼容易讓你猜到嗎 澄清… 可以聞聞聞嗎 可以…喝也行 畢竟是頭盤 理論上你還沒吃過東西 所以我想做一杯比較低酒精濃度 幫助你們開胃、解離之餘 更加帶入到主題的位置 一杯好喝的咖啡 其實不需要很多浮誇的裝飾 其實有時很簡單的表演 是比較簡約主義的 反而還會給你驚喜的 讓你看看 是 希望不要抄襲 好的 象征很卑微,可以大聲嗎 他最右比很大,很鼓勵 謝謝… 用45Y做BASS 可能它的口感方面會偏薄 所以用這個方法 可能可以提升到入口的感覺 例如我做一杯好喝的咖啡 最重要是可以帶到一個娛樂 或是經驗給客人 我不明白為何這個節目的詞語 叫做Less Shake,但沒有人吃 很喜歡 我不用一杯 多喝一口,好喝 加分 秉承神之調酒師的理念 我們乾了這杯再說 好,乾杯 乾杯,乾杯 然後,請多前散開 謝謝